专卖局总部在这里 总部就是总局的意思 总部在这里 接下来它还有台北分局 还有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分区 那228的真正的起火点 那个地方在台北市重庆南路 一段25号27号那边 真的是冒烟的地方 那个冒烟的地方等一下 我们会去台北228馆里面 看到一张照片 那这个当时就是 所谓的这个专卖局的总部的地方 那民营化以后 接着好走 其实那时候 专卖统治经济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是 只有国家才可以去做 贩卖的一个工作 比如说哪些项目 烟酒 所以你记不记得 我们有一阵子 出国买烟回来送给朋友 是很大的favor 现在才知道说 婚是真不好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酒也是 以前一瓶洋酒 好高贵的礼物 现在是所有的洋酒都可以进口 我们项目筒 你要什么酒 通通有 这就是自由民主开化了 再过来当时愤怒的民众 有没有要去那六 就是那六个弃烟的人员 在大道城临江麦等 那件事情之后 愤怒的民众 要到所有的派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警察局 还有这种的专卖局 去讨回一个公道 所以去警察局 要人也要不到 去专卖局 要人 有没有被合理的对待 或是被善意的回应 完全没有 所以那一百会 从而群起激愤 到所有的这种分群 去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怎么样 点出来 起火烧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内张画面 内张画面的民众 其实是已经有一两千人 旁边后面还有一围 也是一两千人的警察 所以内张画面 警察也不敢乱动 也不敢乱抓的人 因为他已经知道 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了 那这个 他的现图外观 很多人搞不清楚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很像 总统府的小型号码 有没有感觉 有 那个时候 他后面本来还有一个 跟总统府感觉是 精华比较高 这个比较差一点 我们等一下到后面 可以看会 这个完整画面 可以看会 可以看会 我是再 这个完整的枪 结果 就没问题了 这个完整的枪